好,同学们,我们讲完了哈希之后呢,理解了它的几个用途是吧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再来看Python里面还有两个数据类型 也是基于哈希的,一个是Dict,一个是Set,字典和集合 那这个,它是怎么基于哈希类型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Dict,我们看它记得还有的特点是什么呢 K要为E,对吧 然后另外呢,这个K是不可变 就是这个K是不可变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查诠速度快 查诠速度超快 且不受这个大小影响 不受这个Dict的大小影响 当然还有无序,好吧,无序 那这是它的三个主要特点 那首先这个唯一我们知道,对吧 因为你通过这个索引的方式,对吧 字典的方式嘛,那你肯定要唯一 那另外呢,下面这两个其实都跟哈希 就是都跟这个哈希的特性有关系 这个K不可变 K不可变,首先这个哈希啊 就是它只能去 我就这么讲,首先这个 字典是怎么基于哈希呢 字典的K都是基于哈希的 字典的K都是要经过哈希的 不是基于哈希,经过哈希运算的 OK吧 诶,那所以导致了它不可变 可以查询速度快,分别来剖希 那不可变,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在用这个哈希的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对数字进行哈希 得出来还是这个数字 对这个字典进行哈希 对吧,它得出来是这个什么 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了 但是我们如果对一个列表进行哈希 行不行呢 它出错了 说什么呢 类型错误 unhashable type 就是说列表是不可以被哈希的 为什么列表是可变的 它只能哈希不可变的类型 哈希只能 只能这个 只能去对不可变的类型进行哈希 为什么 因为我要一个固定的输入 然后得出来一个固定的输出 你这个老师 你这个本身它就是可变的 就导致我这个输出是不稳定的 所以它是不行的 就只能是不可变的 才能 不可变的数据才能进行哈希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是写一个元祖 它就没问题 元祖是不可变的 能列吗 所以就导致了这个 这个字典的K 也是不可变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查询速度超级快 查询速度超级快 是怎么导致的 这个咱们来剖析一下 我这里其实已经给你写好了 首先你看 假如说我这里有14亿人的这个基本信息 咱们中国 每个人的信息通过字典存下来 然后后面是他的身份证号 年龄和地址 这籍贯 名字好吧 按说应该是身份证号作为那个 K是吧 名字有很多重复的 anyway 假如说他就没有重复的名字 就14亿条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现在干嘛呢 我为什么说 我想比如说把网5查出来 就非常快 就是急速的快 0.1秒都用不了 就能查出来 为什么呢 咱们来看一下 它剖析一下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就是呢 字典里的每个K 都要经过哈希 生成一段固定长度的哈希值 假设这个值是这样 因为那个值实在是比这个长很多 我就 为了方便 我就说 咱就是认为 生成的这个张三 就是张三这个K 哈希完之后有53 理字就是67 好吗 得出来一大堆 好 这是我 这是假设他 这是他得出来的值 那得出来这些值之后呢 注意了 注意了 那个字典呢 就会把这些值排序好 放到一个数组里 放到一个列表里 你可以理解为 放到一个列表里 对 然后呢 放到这个列表里之后 我刚排序了 从小到大 能念吗 这个就非常关键 我把这个值进行一个排序 就非常的关键 排序好 放到了这个字典里 那注意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去查这个值 比如说我 当然我要去 查一个赵6的信息 我去查赵6 我输入的时候 说 这个 就是我通过这个什么吧 去查赵6 我肯定是 什么呀 K 什么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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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k的 假设是D吧 好吧 然后呢 我输入 是不是赵6啊 然后呢 我就拿着这个赵6 程序就会拿到赵6 先把干嘛呢 先把这个赵6进行哈希 哈希得出来的值是99 对不对 我其实是相当于 拿着99 到这个里面去找 啊 看有没有99 能力验吧 到这里面去找 有没有99 那到这里面找 有没有99啊 最笨的办法怎么找 从左到右 依次找 从左到右依次找 这里面有14一条数据 那他妈的 对不对 那你就累死了 那那这个字典就不会快了 对吧 你肯定不能 从左到右依次找 啊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不能找14一次 啊 有没有高效的办法 有没有高效的办法 能让我快速的找到99 快速找到99 嗯 你想一想 当然是有的 同志们 你们思考一下啊 我为什么要把字典 把字典的每个k 变成哈希完了之后 变成一个数字 变成数字之后呢 我要干嘛 我还要把它排序 排序还要放到列表里 我不排序不行吗 啊 不排序不行 不排序 如果这个字是没有排序的 我就问你 53 67 81 负十 啊 这些就负十和99 它是没有任何前后关系的 就是如果不排序 它就是乱的 你不能说通过 找到 假如说你找到了80 你看到81了 你就 你能判 如果没排序 你能判断 99 肯定在它下面吗 啊 它有可能在上面 有可能在下面 你说不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排序完了之后 同志们就有规律了 啊 因为它这个按照大小嘛 对不对 那我就知道 如果我现在是在67这个位置找到 我就知道啊 99肯定会在我右面 不在我左面 能列意思吗 肯定在右面不在左边 看到123 我就知道啊 我要找到这个99 照6 99肯定是在123的左面 不在它的右面 对不对 假如123 右面有5亿值 我还需要到123 右面去找吗 啊 就不用了 我只去左面 左面 比如说有8亿值 我只在这8亿里去找就行了 我就直接省掉了5亿次 能列意思吗 OK吧 所以它是其实 其实排序完了之后 就有规律了 好吗 那所以我就找的数据 就很方便了 什么方便呢 我就这样 我跟你讲 大家听过一个方法 叫基本的算法 叫做什么呢 二分法 啊 二分法 二分法非常简单 就是说 我14亿的值 我先中间切一半 看到没有 我假如说 我这是14亿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列表 对吧 后面还有好多啊 我先干嘛呢 我中间切一半 对不对 中间切一半 假如找到了这个 第第第第第第 第第7亿的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7亿的值 这个值可能就是7亿 然后呢 我又去判断 我要找的99 比这个7亿大还是小 对吧 它肯定比7亿小 所以那就意味着 数据就在左边 不在右边 那好 右面的这7亿的数据 全都不要了 我就不管了 我就直接拿这一半边的数据 7亿的数据进行 再次去查找 我干嘛呢 再切一半 看到没有 再切一半 这是三点几亿 对吧 三点几亿 然后再去判断 99在哪边呢 99在这边 那不在这边 不在这边 这边也不要了 那就又拿剩下来这一段 看到没有 这段数据 然后再切 再去判断 还剩下 对吧 一点几亿 是不是 1.7几亿 对吧 再判断 数据在这边 然后不在这边 那就好 剩下还剩1.7亿的数据 然后再去判断 再去切 再去切 就这么切 这就叫二分法 就是每一次把数据 这个数据量规模 给它减半 每次减半 就这样 我告诉你 14亿的数据 减多少次呢 减多少次呢 就是二的多少次方 能到14亿 就是最多能减多少次 就最多减多少次 就可以了 你看 因为每次都折半嘛 每次都数量加一嘛 这二的多少次方嘛 二的比如说 十四次方 对 是一万六 非常少 是不是 二的二十四次方呢 这个是 咱们是十四亿 是不是 二的三十 二的三十 二十五方 这是多少呢 四十多亿 二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十亿 四十二亿 对不对 那我们就四十二亿 然后 三十一次是二十多亿 三十次是十亿 所以我们只需要最多 找三十一次 同志们 我就能从二十亿的数据里 找出来我想要的值 同志们 只需要三十一次 计算机运算三十一次 是极快极快的 能理解吗 对吧 就非常 就完全感受不到 跨界界 就处理完了 所以就导致 你看 我就非常快 我就拿到了 这个九十九在这 然后 九十九 这个 就是照六 指向的这个 value 这个key 指向的value 我就去拿这个value 就把value拿出来了 九十九指向的value的 这个内存地址 对吧 我就把这个value拿出来 就非常快 只需要最多三十多次 就能把它取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字典 它几乎不受这个什么 字典的大小影响 对不对 你看 你现在是十亿数字 你即便翻到一百亿 也就是多两三次的查找 对吧 多两三次 所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好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啊 字典啊 这个查询速度快 不受字典大小的影响 当然这个字典的这个真实算法啊 比这个还要复杂一些 我只是给大家简化了 但是基本上逻辑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它通过 通过把哈 把这个变成 变成数字 然后进行这种排序 然后查询速度就变快了 OK吗 那这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了 字典的查询速度虽然快 但是它的什么呢 这个插入 这个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 就没有那么快了 为什么呀 就是你要插入一个数据 注意了 你这个数据已经是排序好了 对不对 你要插入一个数据 比如你要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新的值 这个新的值 比如说是 狗蛋 对不对 这是一个新的k 所以它得出来的这个 叫什么呀 哈细值可能是200 对不对 那你要把200放在这个列表里 但是这个人家可能 他这个已经排序好了 你要把这个放到这个里面 所以你就要插到里面 还要这个整个列表 重新的进行调整 所以这个速度就会慢一些 慢一些 对 但是当然也算是挺快 但是就是没有查找那么快了 那一件吧 因为他必须要确表 这个哈锡表一直是按顺序的 那意思吗 OK 确保这个对哈锡存的这个列表 OK 那这个就是讲明白了 好 所以以后 这种经常查询的大量的数据 就用字典就行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个 叫做赛特为什么是天生去虫的 赛特为什么天生去虫 那首先也是一样的 每一个赛特的值存到这个 存到这 就是存到集合里 都需要先进行哈锡 哈锡得出来一个数字 对吧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就跟他正好数字就会 数字就会跟他在集合里存的 那个位置有关系 对吧 你可以大概理解为 你可以大概理解为 比如说这个还是上面那个骨带 算出来的如果是200 那其实呢 他在内存里存的这个位置 对吧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200这个地方 当然实际上不是啊 但是他是有一定的关联关系的 OK吗 也就是说你只要算出来这个值 就能对应出来 他在内存里存的那个位置 OK吗 内存里存的位置 好吧 内存存的位置 然后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就会干嘛呀 他就会相当于直接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值往这个地方去存 存的时候他会干嘛 存之前先检查 检查说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值 如果有值干嘛呀 如果有值我就判断是否相等 判断是否相等 如果相等我就干嘛呀 我就 我怎么也不干 如果 如果没有值 他就是一个难 如果没有值是难 我就往里面存 如果不相等 如果不相等 正好有值又不相等 我就干嘛呢 在这个位置往后再加1 往后去存 就往后 他有值 他后面那个1 再加1嘛 再加一个位置 可能就没值了 我就再往那个地方去存 再进行重复的判断 OK吗 这个就是集合 所以就会导致说 我每一次哈希完了之后 对吧 如果里面有重复的 我就同时就 我要有 本来已经有这个值了 本来里边已经有狗袋了 对吧 那就我就会算出来 狗袋这个200的这个位置 会发现 狗袋已经存在这了 我就不会再存 有那个意思吗 好 这个就是集合 为什么天生就是去宠的 好 通过这个我们讲了 哈希的两个数据类型 就是 对吧 因为他用了哈希 导致他两个数据类型 自己的一些特点 好吗 大家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OK 到此为止 我们的哈希 就先讲完了 至于密码怎么加密 M第五 这些东西 我们到后面的课程里 还会再学 还会再学 这里你先把哈希的这个概念 了解清楚就可以了 OK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